他說我們不要將一些東西 要堪勞一點 我們中國人嘛 要跟著一點 不要那麼誇張 我們就將自己的東西 你試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應該會幫到你的 但我們服務做得好一點 其實我最近跟一個大師學到這件事 他說當你對你的產品很有信心的時候 你一定要over promise 當然你後面一定要做到over promise 接下來我想請一位朋友 幫我們展示一下她的60秒 同時在她的60秒裏面 反映到這幾樣東西 好嗎 我們有請Jamie 給點掌聲 Hello 和大家玩一個亮相的節目 有機會在亮相見我 我先是能量站 就是在金鐘 我自己的名字是Dr.Jamie Chan 在維持醫學醫生 大家猜猜我的行業 我就幫人減減壓 充充電 沾通一些健康能量 我就不用針統 不用聽筒 但我用耳筒的 這樣才知道我做甚麼的 這位音樂治療很厲害 我們是做共振醫學的音樂治療 大家可能在HKW records 荷花生殖中心 City Whitehouse 見過這些音樂 甚至在醫院開始有的 就是3R的德國的醫學共振音樂 在世衛組織推薦的 我希望大家幫到我這個referral 我需要個referral的生意就是 那些晚上睡不好 日體又沒有精神 沒有精神 剛才就說 吳世堅 用腦都想到的那些人 就是幫我 告訴我 叫他來 下一站就是金鐘海浦中心 五十號鋪的林亮站 我即場給他試聽音樂 如果一會方便可以來找我 幫大家即場減壓充電 多謝大家 多謝 各位很精彩 第一次 加上呈現一分多鐘 很清楚 我們收到很多訊息 還有你看到 Jayme 其實是報酬了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我們要想一想在座 大家想一想你現在做的事 你的產品或者你提供的服務 你有沒有這些元素呢 如果有這些元素你都可以做到 那你可以很有信心地在任何場合 無論任何時間 你都可以為你自己的產品和服務 去透過你認識的人際網絡去推廣出去 這個最重要是免費的 是不是 所以就省得一元 得一元 我們現在其實在無論任何 就不關於經濟環境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透過一些很好的網絡 去幫自己做到很多事 其實我不用拿著麥克風 我慣了 聽不聽到嗎 OK 有些人對一些人際網絡 有些疑問 可能是對你 大家看看 很多人覺得 認識多些人 很多時間和精力 我想舉手先看看 大家同意你覺得是 舉手吧 有沒有 只有幾隻手很好的 其實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看你怎麼用 時間怎麼用 很多人呢 會把自己覺得自己很忙很忙很忙 其實 你用 你反彈時間 你想想 你介紹自己的事 60秒而已 60秒而已 用你多少時間 你不用一個小時 你想想 你要平時用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說話 將它化為一分鐘 一分鐘 兩分鐘 最多三分鐘 如果你們在座有朋友 你們公司是有銷售的 你要訓練那些銷售 不要說那麼多 你要倒閉才說 整個小時 你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是吧 第二 你跟別人做了生意 或者提供了服務之後 你覺不覺得那些客人 一定會主動跟你介紹生意 覺得是那些舉手 那你很有信心 其實不一定要 我們要教育那些人 去幫我們介紹生意 其實他們不懂的 特別香港人 就比較什麼 在哪裏做了 不講什麼 是吧 很有趣的 這個跟文化有關係 所以我們要教育我們的客戶 他懂得幫你推廣 這個referral就會很快 第三件事 你幫別人介紹了referral 是不是很短時間 他一定會介紹生意給你 在BNA就是 在BNA的商會裏 大部分人是不懂得的 他都不明白為什麼要介紹 在BNA的商會裏 我們做得到這個 很多人覺得我沒有什麼朋友 在座有沒有人覺得你自己沒有什麼朋友 舉手 我很多時候聽到很多朋友 我沒有什麼朋友 我有時候會開玩笑 你想想如果你結婚 你還沒結婚的話 你結婚你會擺桌 你會請什麼人 那些全部都是你的朋友 是吧 很多人以為自己沒有朋友 其實不是 有些人會覺得 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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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介紹了一個人 給Jayme Jayme 不用打給他 那人自動找他 其實是會的 三個月、六個月 或者九個月後 因為那人很不空 所以其實我介紹一個女生 給KW或者Jayme 都好 他們其實要主動打給那個 介紹那個人 行不行 這個幾個 很多人不以為不是 其實如果你們剛才 你們沒有舉手 但有這個言吻 你們要記得 是錯的 剛才那些 全部都是 OK 有效的人就是網絡 我們說要認識有效的人就是網絡 如果我們認識很多人 但那些人未必能幫到你 那就是沒有用 對不對 我們其實要明白 一個團體的優勢力量 可以掩蓋你自己的缺點 因為人一定有缺點 一間公司都有長短處 或者是強弱項 例如我公司很小 我剛剛開了一年 就是我和你做一個夥計 就是只有兩個人 那怎樣呢 可能我會投入一個大的項目 那其實如果你有一個團體 去back up你 你又會有很多資源 所以這個在一個 有效人制網絡裡面 一個團體的支援 是很重要的 例如我們BNI那樣 在每一個分會裡面 所有會員 都有其他會友去支援他們 去support他們 那現有的人制網絡也可以變得很大 譬如我今天認識了司徒先生 那其實我有機會 我不是只認識他一個人 我認識他背後的網絡 當司徒先生開始trust我的時候 可能我會有些事情需要他幫忙 他自己可以在他的網絡裡面 找到一些人幫忙 所以其實我今天不是只認識了司徒先生 我有機會是認識他背後的網絡 陳先生都一樣 是不是 幫我們大家 由一個互信的關係開始的時候 大家 可能我會有背後的網絡 有些事情會幫到你 那其實人制網絡裡面 你會改善到生意 在BNI裡面 我們很多會員 加入的時候 他的生意 今時今日是很不同的 可能是很小的 或者是 他的經營模式是一樣的 他透過一段時間 全體的力量幫他之後 其實他的生意有很多不同的變法 可能是大了 搬大了 擴充了 形式轉型了 甚至乎變了另一門生意 這個是經常發生的 在BNI裡面 還有在人制網絡裡面 你可以接觸不同類型的潛在客戶 可能剛才大家聽了司徒先生說的 好像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未必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會有些事情可能跟你有關係 人制網絡其實可以把你的生意額 無限擴大 那時候很多人會覺得 我現在做這個生意差不多了 到頂了 在一個良好的人制網絡裡面 絕對不會發生這件事 你永遠都有更大的好家可以去發展 還有透過人制網絡可以增加你公司的可靠性 譬如說 如果有一個朋友 我未認識Jamie的 或者我不認識KW的 但是如果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和我大力推介KW或者Jamie 我會快很多 我不需要時間去認識他們 我不需要去judge他們 因為我相信他們 在一個好的人制網絡 例如我們BNI裡面 所有會員之間互相 是很信任的時候 他們說一句說話 是比你講十句說話 好了 又給大家動一動 我們又找一找 用五分鐘時間 我們有一些黃色紙 麻煩大家幫我們拍一拍 我們希望你們又去練習一下 我們今天給大家開口 動一動 我們上面有很多題目 如果贏了我們 我們又有禮物送給他們 我給你們五分鐘 你們去找這些人 找到他們之後 你們在上面簽個名 好了 我們開始